今天查了一些文章 有人跟我講知識很重要 那其實之前前期都在急著過關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按 那知識你可以從這邊看 知識這裡有很多 它會增加你 那個持續狀態的攻擊力 或者是防禦力 你看這裡就有防禦力 然後還有一些伐木經驗 然後你如果完成之後 這邊還可以去做 去做領取 我早上領了一大堆 那你看我現在只射珠寶1000了 我準備下一次實裝出來就可以買 要買一件實裝 那其實這個知識就是問號的部分 你到村莊來會有一些問號 那聽說有一些知識是比較難去找到的 那個你就要 可能要看攻略 因為畢竟那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那基本上這個就問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得到 加成 然後這裡還有 這一個一個要把他問一問 這樣釣魚精就增加了 那再來呢 這裡有一個 你問完之後它的問號就不見了 就代表以毒的概念 問完結束這樣子 所以這個村莊呢 我全部搞定了 那再來呢 再來我再跑別的村莊 啊要點地圖這裡 然後到西部這裡好了 來看一下這邊還有很多沒有用 我剛剛問了一下 攻擊力就突然加1了 所以有時候戰力的提升 你是要靠這個問號去做 提升的 並不是說一味的靠裝備 我今天早上抽了二十 抽了四瓶喔 然後都沒有抽到 沒有抽到金色 不過沒有關係喔 其實目前就以現狀這樣子玩 戰力還算可以啦 以無課金來講 這樣已經算 要感恩了 要感恩了 這個我要來問一問喔 這個我都沒有去做 防禦力就加1 你看2049了 所以很多東西問一問之後 戰力就上來了 如果全部問完的話 應該是蠻驚人的 哇2050了 攻擊力就加1了 這個還沒更新耶 這個要9小時才會更新 那我再來問喔 唉唷 這裡沒了 這麼快 那我繼續來 我看一下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看有沒有 這些地方看有沒有 這些地方看有沒有那個 需要問的NPC喔 要點目錄 沒有耶 不過他有反覆任務就對了 然後 既然這裡沒有 我們就到海蒂爾去看看喔 我海蒂爾好像都沒有去問喔 海蒂爾是一個大城 那基本上 這邊的姿勢應該會蠻多了吧 可能給我提升幾個戰力啊 現在算是有一點越級在打 因為我現在看到怪物的顏色都是橘色的 你看這裡 這個都沒有來問喔 這個問號一定要問 問了之後才會提升 今天就來把這件事情全部完成 這算是之前沒有做的部分 哇 最大生命就增加了 欸 按錯 勞工 再來找這個賣種子的 按錯 要對話 採集增加 再來這一個 這一個地方也沒有多少欸 只有四隻而已 這都是採集的 這裡沒了嗎 喔 這裡結束了欸 再來換城鎮喔 我來看一下這種地方有沒有 看一下這種旗幟的地方有沒有 城鎮是一定有啦 但是這種小地方看有沒有 那我算是很積極的在玩喔 我晚上有起來兩次 起來清倉喔 那起來基本上看到人已經死了 因為河水喝完了 目前只能帶兩百罐左右去掛 那還沒有掛到附中一百趴就掛了喔 就死掉了 我來看這裡 哇 哇 這個村莊 這個村莊 沒有欸 這個村莊都結束了 應該之前有問到了 不過他剛剛是要跑一個小圖 他好像到一個小區域 嗯 這裡看起來是沒有 好 那我就不跑啦 我直接再跑下一個城市喔 卡爾佩恩好了 看一下前哨戰有沒有 喔 這個沒有問喔 這是卡爾佩恩前哨戰喔 勞工 勞動力加一 再來這個賣種子的 我來看他租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喔 看好不好 哇 攻擊力加10耶 我退給他好了 我要拿攻擊力的 再來呢 看一下 看來這裡是沒有了 再來這裡 欸這裡有幾個區域啊 一個 貝爾村莊 他這可以秒傳送欸 不用像店老闆這樣跑圖 哇這裡有123 三隻沒有問 勞工的 哇 喔攻擊力增加了 看一下他租的東西是什麼 這就是長的一個像鮑魚的形狀 然後中間一個洞 就是在租 租東西的 喔攻擊力又增加了 這一個是藍色的 喔加17耶 那我就退這一個了 獲得知識可租任 我剛剛還出去勒 獲得知識 代表說有一些任務可能沒有過 是這意思嗎 是的 這裡是獵人的村莊 貝爾村莊 歡迎來到獵人的村莊 貝爾村莊 好 糟啦 我剛剛把那個還給他 我現在沒有東西了 我先來研究一下 再來呢 我來這裡 我來首都這裡應該是很多 要問的 唉唷 這邊全部問完了 我去找他租一下 不然我現在站立掉了很多 2038而已 他那個可以隨時退還 所以沒差 因為畢竟是租的東西 這一個我覺得沒有很好 再來 現在在首都 我來這裡看看好了 喔 這些都沒有按 這裡有兩隻耶 佛洛林村莊有兩隻沒有按 採礦知識 再來 來 這裡沒了 再換下一個村莊 這裡既然都搞定了耶 那就換下一個城市囉 換這裡好了 我來看看 好 我這個太遠了 這個等一下再用